三年前的0918大地震正毁通往赤柯山的连外道路 而大大影响到山上的民宿还有观光业 而县府积极抢修目前已经抢修完成 镇长拱文质涮领农业科长刘建林 前往赤柯山进行产业视察 而镇长表示镇公所团队 会全力支持赤柯山的观光产业发展 让各方游客都得以前来一览玉里赤柯山的美景 望眼看过去大片绿油油草皮 再配上鲜艳的黄色金针花 真的非常辽阔赏心悦目 这也是玉里赤柯山 暑假期间应该是人潮跟车潮 但是现在只有零星的游客 业者很担心 之前有台风跟雨水的关系 那现在的金针花已经几乎开了三成左右了 那等于是说已经金针花季已经提早开始了 但是我们的游客量目前还是很少 对就是说等于是说上山赏花的人就是蛮少的 然后只是希望说镇公所这边可以帮忙 就是说帮忙可能帮忙宣传 或者是官方帮忙认证一下说这条路是OK的 上山赏花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 玉里镇长表示这几次的大雨以及台风 对玉里山区道路并没有影响 镇公所也亲自前往赤客山路上 整条路面除了有些落叶以及小石头之外 其余路况都很好 也将会派金捷人员前往青小道路 以及修剪路边杂草 花会以及花联县政府对于这条道路 紧急的抢修跟重建 那原本意计是在9月底 就会完工来验收 但是因为配合花季赤客山花季活动 所以来做停工的动作 但是目前的这个工期完成力已经达到95% 可以说是最后的收尾单位 而且整个的道路目前经过了重建之后 目前的路况坦白说是比地震之前状况还要好 目前赤客山上的金针花已经花开大约两成 并且许多的花珠都是含苞待放 预计在8月中旬将可开到8成 那么8月底则是全部盛开 预议政公所希望全国游客踊跃前来赤客山 欣赏黄澄澄的金针花海 以及万花旗开的壮阔景致 去者高双双预阵裁缝波动